现代社会很难避免借出电视、报纸以及书本上一些十四常识 请问如何做到非甚术评误事必聪明坏心智 你不看就好了吗 很简单嘛 交给你嘛 你不要看嘛 你看我四十多年没看电视 也没看过报纸 也没看过杂志 可以做得到 我不看 有些人送书给我 那还都是算是震惊书 我第一个是看后头版权页 后面写的版权所有翻印笔记物我也都不看 很多人问为什么 做书的人心量很小 心量小啊 写不出什么好东西 所以不要浪费我的精神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不像古书啊 古书你看都是欢迎翻译功德无量 不相同啊 不相同啊 所以我们这一生 无论是文字 现在像这个观点 全部都没有版权 那么这个是流通就很广泛 没版权啊 大家硬 我们都欢喜啊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就要想的 利益众生为什么要限制要版权 要版权就不能广力众生 这个有一年我在新加坡 眼培发思呢 也算是老朋友 我没有出家之前就认识他 那么他离开台湾 在新加坡住了25年 我到新加坡去 听说我来了很高兴 请我吃饭 有一次 特别请我在这个 有个素菜馆做得很不错的 叫林芝 也在新加坡很出名 请我吃饭 我就去饭 坐下来之后 他问我 金鸿瓦斯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吃饭 我说 我不知道 他说 你的发源很瘆啊 你教教我 你那个发源是怎么接的 我说 这个很简单嘛 布施嘛 有多少力量就布施多少嘛 这发源就是什么 他想了一想 哎呀 这个难啊 我很孤寒 孤寒什么意思 有一次在台湾碰到 在我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 他来参观 看到我们印很多书 宋全世界 看看之后 哎 他说 我的书 你们为什么都没有印呢 我说 你的书后头版权所有 翻印没救 谁敢印啊 所以你有上这几个字 我们不敢流通 你如果没有这几个字的话 你的书 我会选择给你流通全世界 这是你自己封闭的时候 没办法 别人要尊重法律 要尊重你 别人要尊重法律 要尊重你 你们好像不屁住了 我们要知道我在这里里面封 Nicholas